以石块堆砌成的典雅建筑 过去吸引着许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这里是桃园复兴区继国派老教堂 由于具有丰富当地历史人文 被桃园市文化局登入为有形文化资产 不过现在教堂周边搭起绿色铁门 两旁还加挂了刺刀蛇轮网 文化局表示地主因为环境常遭破坏 维护不易才架设铁门 目前以不定期开放方式让民众参观 尽管十多年前当地教友因为老教堂 空间不敷使用 在附近另外建造了一座新教堂 但部落族人认为老教堂是部落中心 也是过去族人采集十块 一块一块建造而成 拥有历史珍贵记忆 这里属于公共财概念 不应该随意限制民众出入 我们部落的所有的族人 我们的齐老的想法都是称之为公共财 照理来讲这个老教堂 虽然归属属于法人 但是实际应该是属于全体国民所拥有的 不应该属于任何人一个人能够做一个贩卖 似乎没有很尊重我们的部落会议 因为也没有过来跟我们谈论这件事情 甚至也把这个所谓的私人建筑这件事情 也判给了这个地主 其实这座老教堂位在元宝地 过去当地部落族人以抵押方式 转给现在的王姓非原名地主 后续族人曾向地主协调要买回土地 地主却开出一千多万的高价 族人难以负担也觉得不合理 更认为现任地主只拥有了土地权 并没有地上物产权 我们的中会包含我们的部落都希望把这个产权 登记回到我们自己族人的身上 可是目前这个汉人地主帮我们申请门牌跟这个电表 以及换门锁这件事情在法律上 好像是要强占这个 其实对部落来讲是不舒服的 中会也在积极在做准备后面一个产权的这个 事法的阶段 陶渊市文化局则表示 无论激国派教堂是登记在和人名下 都属于私人所有 现在是由所有权人负责历史建筑管理维护和整洁 文化局只能提供专业咨询 必要时提供辅助协助保存 都一定是私有 不管是教会的也好 或是在地居民的也好 或是其实现在的所有权也好 它其实都是所谓的私有才 那其实私人他们期待做所谓的管理维护的时候 他们有固定的要必须去适度的去做开放 但是整个文化资产的安全性和使用上来讲 他们也必然会有他们在管理维护上的一些考量 私有产权的部分 政府一定是不会去做强行介入 不过积国派老教堂是当地族人们 对于土地产生认同的重要元素之一 也化入了政府的文化资产 现在的土地及建物权争议 基督长老教会泰尔中会正在协助帮忙 希望争取老教堂回归部落 原始新闻喜故 迪弗洛桃园复兴 桃园采访报导